沿沿夏日 小树蛙到狐狸猫家里玩 狐狸猫倒满一杯冰水招待小树蛙 小树蛙说要表演一个魔术给狐狸猫看 于是拿了沙网平放在杯面 然后将杯子倒了过来 倒过来后 水并没有因为重力的影响 而从沙网的缝隙跑出来 小树蛙解释 因为地球外围有大气层包覆 也就是说我们的正上方 其实是有一团看不见的空气压住我们的 这些空气的重量就造成了大气压力 所以今天杯子倒过来 水会因为重力往下 但沙网上的每个小格 都会有大气压力造成的力作用在上面 两者尽力平衡 水杯里的水就不会因重力而落下 狐狸猫表示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那小树蛙知道大气压力有多大吗 于是小树蛙提议去实验室 使用水银就能证明给狐狸猫看 小树蛙先将水银倒入盆子内 接着拿一根约一公尺一端封闭的玻璃管 并在里面装满水银 倒立插入水银盆内 过一段时间后 发现到管内的水银柱开始下降 水银下降至一定高度后 就不再下降 小树蛙说 在我们没有接触它的情况下 水银柱停在固定高度没有下降 就能证明大气压力存在 因为管内页面静止不动 所以代表外界的大气压力给予的作用力 能够支撑那么高的水银柱产生的重力 接着两侧水银柱与盆内页面之间的高度 发现是76公分高 这就代表着大气压力产生的力 能支持住76公分高的拱柱重量 但这样的说法 没办法知道压力到底多大 于是科学家量测水银的单位体积重量为13.6公克重 所以大气压力就是每平方公分1033.6公克重 同时也被定义成一大气压 那狐狸猫 你觉得水银柱上方的空间有没有气体呢? 狐狸猫觉得应该没有 因为原本的管内装满水银 没有气体在里面 没错哦 小树娃接着说 管内上方是真空 由于发现大气压力大小的是托里切粒 所以这个真空也被称为托里切粒真空 当年托里切粒 为了解决工程上无法从井深大于10公尺深的井抽水的问题 一开始他找了很多液体 但发现到管内液体的高度都没有下降 最后才找到水银 密度比水大了13.6倍 而测出来的水银高度是76公分 那狐狸猫 你觉得如果让玻璃管变粗或变长 会影响水银的高度吗? 狐狸猫回答 应该会吧 感觉管内的水银变多了 所以大气压力没办法支撑那么多 然而狐狸猫答错了 小树娃解释 压力是物体在单位面积下所受垂直方向的作用力 在一大气压的情况下 就会提供76公分高的拱住 虽然玻璃管变粗 但是截面积变大了 作用的力也会变多 所以就算玻璃管的粗细或长度改变 水银的高度也不会变 那狐狸猫觉得如果倾斜试管 会影响水银的高度吗? 狐狸猫想了想 静止液体压力只跟深度有关 所以液体深度和倾斜角度 都不会影响管内水银高度 小树娃称赞狐狸猫很厉害呢 连接到了静止液体的概念 狐狸猫接着问 刚刚有提到真空 真空是怎么样的感觉啊? 小树娃回应 真空就是指没有气体存在容器内 但现实生活中通常没办法做到完全真空 像这边有两个半球 将它们叠在一起 然后抽掉里面部分的气体 形成局部真空 狐狸猫来试试看 能不能将两个半球拉开 狐狐狸猫使尽力气 却发现这两个球被吸得很紧 怎么样也拉不开 小树娃说 小树娃说 因为刚刚把里面部分的气体给抽掉了 所以外界的压力大于内部压力 于是就把两个半球压得很紧 接着小树娃将气法打开 听到两半球有嘶的声音 刚刚那个声音就代表气体跑进去半球里了 这时候内部压力与外部压力相同 就能轻松地将它拉开 小树娃看狐狸猫对于大气压力 有一定的了解 于是拿出了针筒 说 刚刚我们了解到 气体本身是有压力存在的 那现在先将空气吸进管内 然后用手抵住针筒前端 如果将活塞往内推 前端压住的手会有什么感觉呢? 狐狸猫回答 针筒前端会感受到有气体想冲出来的力 小树娃说 没错 将活塞往内推的过程会发现越来越难推 也就是说 在固定的气温下 气体在密闭容器中 当体积变小的时候 压力就会变大 你可以想象成全班原本在操场 后来进到教室里 教室里比较挤的感觉 反之 当活塞向外拉动 体积会变大 压力就变小 狐狐狸猫接着问 大气压力在我们生活中 只能用来变魔术吗? 还是有其他应用的东西呢? 小树娃回应 大气压力有很多用途呢 像是平常喝饮料会使用的吸管 就是利用大气压力的关系 当我们将吸管内的空气吸走 导致管内空气变少 而饮料表面受到一大气压的影响 所以会把饮料给推上来 就可以吸到饮料了 而当嘴离开吸管后 吸管与饮料之间的压力 又会恢复平衡 还有个例子 是在浴室里出现的吸盘式挂钩 当我们压下吸盘的时候 会使吸盘里面的空气被挤出 所以吸盘的图面会受到大气压力作用而被压住 墙壁跟吸盘之间产生足够的摩擦力 就能吊挂物体而不会掉落 狐狸猫又问 所以吸尘器也是类似的概念咯 透过机器内部压力变小 让外界压力把脏污给吸进去里面 没错没错 小树蛙很高兴狐狸猫能举一反三 那就让狐狸猫来整理今天学到的内容吧 地球因大气层环绕 而对地球表面产生大气压力 透过脱离切力真空实验 可以得知 一大气压为76公分拱柱 也可以说是每平方公分 1033.6公克重 改变管子粗细或是倾斜管子 管内水银柱高度不变 而将水银改为水时 管内水位的高度约为10公尺高 另外当气体定量的时候 若是增加压力 体积就会变小 减少压力 体积就会变大 最后一起来脑力激荡一下吧 以下两个实验装置 分别是在塑胶瓶和玻璃瓶内 倒入一些水 将橡皮塞塞入瓶口 并装上吸管 但不碰触到页面 请问这两个方式 都可以把水吸上来吗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